明明坐拥千万粉丝 却拒绝任何直播打赏 仅靠青春颜值就能吸粉无数 却偏偏要靠学历称霸一方 就在粉丝以为 这次终于粉到一个优质网红时 她防虽吃蛋倒 学历被扒造假 母亲疑似传销 就连富家女的身份 似乎都蒙着一层说不清的面纱 网红杀猪饲料到底是如何走红的 网上频频传出的爆料信息 又究竟是真是假 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 网红杀猪饲料的走红之路 顺带把这些答案一一揭晓 杀猪饲料 圆明摄影心是2000年出生的福建人 在2018年左右进入短视频平台 开始尝试发布一些 对脸拍摄的颜值类视频 并在2019年8月8日 因为一条脱帽子的视频 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条百万点赞的视频 没有什么具体内容 但是可爱甜美的外表 加上青春学生气的气质 还是让杀猪饲料 很快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其中男粉比例 更是远超其他同类型主播 占比达到了惊人的80% 堪称纯玉界的天花板了 然而 粉丝点击关注 发现姐姐不简单 除了拥有惊人美貌外 杀猪饲料 还是老牌985大学 厦门大学博貌系的学生 这下学历和颜值的双重加持 让粉丝更加深爱 直呼 这就是现实版小说女主 但是学霸的风吹起来容易 想消停就难了 随着杀猪饲料 学霸的头衔越发响亮 有下大的网友坐不住了 默默贴心地晒出了考试成绩单 摄影星赫然在电 成绩垫底考试拉胯 甚至到了需要重修的地步 还有网友补充说明 承认杀猪饲料下 大国冒系的学生身份 但也提到 确实是祭典排名 全系倒数第一的情况 这分数补考不补考 还是小事 瞅着毕业都有些费劲了 但现在成绩不行 不代表以前成绩也不好啊 谁还没个起起伏伏的时候 毕竟下大的身份在 总能说明 至少高中的时候 是个优等生嘛 结果 因为美女失火 高中信息再被网友爆料 有位福建网友留言 提到杀猪饲料 高中读的是莆田五中 学校的整体985高校上限率 在4%左右 而当时考试是按照成绩排考场 杀猪饲料 在最后两个考场之一 到倒数百名之内 如果消息属实 倒是可以解释大学成绩差 不过这样一来 就解释不通 杀猪饲料是如何考入下大的了 直到这个时候 评论区多出了一位神秘人 靠入澳门籍考海外生考试 走接近近来的 一语机器千层浪 总算为网友解开了谜题 根据网友拼凑出的信息 推断出杀猪饲料 大概有个优渥的家庭条件 发动超能力后迁移户口 后通过港澳台的身份 正式考入下大 神通广大的网友 甚至还扒出了杀猪饲料 在澳门的校服照 进一步佐证了信息的可信度 但问题是 就算走了其他身份 是总是要考的 下大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原本这问题翻来覆去的八 都快八成悬案的时候 杀猪饲料是万万也没想到 最后的真相 反倒是自己的妹妹爆出来的 原本靠青春美貌 成为千万级网红 却偏偏被家人坑了又坑 杀猪饲料 险些成全网最惨网红 自从杀猪饲料 到底是如何考入下大这件事 引起了网友的兴趣后 热心的吃瓜网友 就开展了360度无死角的全面侦查 不漏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结果还真让网友找到了破绽 网友先是扒道了杀猪饲料有个妹妹 于是果断关注妹妹的账号 随后在同一时间段里 扒道了妹妹在读国际学校 平时出手扩扰大王 坐实了杀猪饲料家境丢卧的消息 并在在一次社交平台的问答互动中 这位妹妹透露了这么一句话 高二考的饱送我也不太清楚 这短短的一句话 却和很早之前网友爆料 杀猪饲料走港澳台身份 进入厦门大学一事 似乎有一些些吻合 毕竟这样也能更好的说明 为什么考入的是下大 却被晒出需要重修的成绩单 甚至一提到成绩 就是一片校友吐槽声了 不过事情到这里 也算告终 毕竟从头到尾都只有文字爆料 除了重修信息 其他相关内容 仅有部分图片作为佐证 也不算实锤 一切都是吃瓜网友 充分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是真是假 就见仁见智了 然而这件事刚过一半 杀猪饲料的妹妹在先播了 这下是真的把杀猪饲料 也 是一位网友非要主动挑衅 在杀猪饲料妹妹的社交平台账号下留言 说她不如姐姐好看 这话可以说很不礼貌了 所以小妹妹也是直接没忍住 就把这位素人网友挂在首页 破口大骂一番 当然 原本这也就是两个人直接的一点口角 也不得省事 可偏偏这个时候 物昧心切的杀猪饲料搅合了进来 作为超百万粉丝的大网红 她直接转载了妹妹的这条微博 正式宣战 这么做的下场 就是杀猪饲料的粉丝 在网红偶像的号召下 直接全面下场 全方位围剿了这位素人网友 结果把人家一路锤到了退网 是看着不大 实际上却从两个人的口角 演变成了百万级网红 利用粉丝网报素人的局面 不得不说 这波操作确实欠夺 可问题是 同样的是 还不止发生过一遍 早年间短视频平台还有个网红 当时ID是张妖怪 走的也是清纯颜值博主的路线 和杀猪饲料装型的同时 长相还巧妙的有些相似 因此经常被网友私下比较 这次还是杀猪饲料的妹妹先受不了 直接攻击了张妖怪 大概意思就是 是张妖怪模仿自己姐姐是学人精 杀猪饲料作为姐姐 妹妹都冲锋陷阵了 她肯定也不能闲阵 于是她联系了张妖怪 暗示这都是网友挑拨美女关系 但紧接着又反手在自己朋友圈 阴阳内涵了一番 只能说成也妹妹 爱也妹妹 但影响杀猪饲料网红口碑的 还不光有她妹妹 还有她妈妈 当看到这位千万网红和妈妈的合照时 网友都坐不住了 倒不是因为两人的颜值有多高 而是因为这位妈妈看着 与一位传销大佬不为相似 网友说的传销头子就是舍方琴 据说这位女士是云集品 全球销售副总裁 网上流出的照片都佐证这个身份 可问题是 在2019年时 这家所谓的电子商务公司 就被蓝底白字通报过 称其是特大网络传销团伙 并对其展开收网行动 并明确指出 这家电子商务公司 本质上就是通过拉人头 和发展线下的方式 以发展会员为主要盈利手段 坑害了不少人的家庭 这件事被报道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网友都表明 曾有家人被这个公司欺骗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 这件事发生在2019年 但杀猪饲料的妈妈 似乎却并没有因此受到牵连 不可能又被抓了 又和女儿拍照 只能说明两件事 似乎存在什么奇异 但具体是捕风捉影的谣言 还是却有歧视的套路 网友就不得而知了 唯一肯定的是 这件事被爆出的时间是3月份 但那之后 杀猪饲料依旧保持着账号的稳定更新 对于评论区粉丝催促回应的消息 一律冷处理 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这样的做法 却让一部分粉丝开始动摇 因为不回应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轻觉自清 不想自证 另一种就是默认 而具体是哪一种 也就只有本人知道了 当然 冷处理是降低舆论的一种有效手段 毕竟网友不同于明星 有些是热度过了 吃瓜网友也就散 不过 一只冷处理也不是个办法 随着舆论愈演愈烈 杀猪饲料的事还没有个结论 账号先憋不住 开始快速掉反了 即便如此 杀猪饲料依旧保持着更新 而评论区则渐渐没有了粉丝的应援 取而代之的是破防和网友的调侃 甚至还有网友指出 虽然还在更新视频 但是视频的拍摄风格 衣着以及像素 似乎都在表明 这并非近期拍摄 而是库存视频 又再一次给了吃瓜网友更多遐想空间 都说祸不及子女 但是祸不及子女的前提 是会不及子女 如果网上爆料却有歧视 那杀猪饲料 无论是亲一户口上大学 还是之后优渥的生活条件 显然都是从中获得的会 那么如今被舆论反噬 似乎也并没有什么 值得可怜和同情的地方 但如果网传有误 这样的舆论风向 对于一个千万级网红而言 无疑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不及时出来澄清 沉默以对 也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客 那么 作为普通网友的你 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